这里有柔软的金色沙滩 有历史悠久的港口 还有美丽的老城 你去听,去看,去感受 三天三夜的旅程 就请跟着我们看看这些北卡罗来纳的海滩小城吧 第一站我们来到了Wirmington 这是一座充满魅力的河畔城市 大家好,我们现在在Wirmington 马上就要开始一块的旅途 现在先回来吃一下饭 好吃 1524年,法国探险家第一次发现了这条汹涌的大河 并命名为Kate Fear River 随着历史的进展 Wirmington因为靠近这条大河 而逐渐成为附近的贸易、政治和文化中心 我们今天晚上要住的酒店就在河畔 吃完饭,我们先去酒店入住 找不着电梯了吧 是不是找不着电梯 电梯找着了 我刚才吃完饭,现在就来到今天晚上要住的酒店 叫A-Loft,是万豪行下的一个酒店 这种鸡饭棒的 请看酒店外面美丽的景色 帽子下雨的危险,去骑自行车 这天还真是有点平衡的 咱俩咱走到哪,哪都下雨呢 习惯了,走吧 诶,那边是那是军舰不 北卡号军舰推移的 是北卡号 是很多天的,上面都是人 对,那个军舰也是这一个有名的景点 下雨了没有 雨滴到你的脸巴子上了吗 是的,可以得在下雨里起的 那我们出发了 那边有个雷,我看到了 雷,闪电 行不乱,顶着雨起走 好 威明顿的河滨步道Riverwalk 连接着这座城市的历史建筑和现代设计 从酒店出来一拐弯 就可以骑到Riverwalk上了 在南北战争时期 威明顿曾经是北卡最大的城市 也是南方最重要的港口 很多老建筑都是在那段时间建的 现在威明顿还有东部好莱坞的称号 有着加州之外最大的电影机构 是许多影片的取景地 今天威明顿拥有超过12万人口 是北卡第八大城市 我看那鸟从那车底下出来给我吓一跳 我一捏着它趁着把它自己养出去 更有趣的是 1986年离我们家乡不远的丹东 和威明顿成为了友好城市 真是一种奇妙的缘分 在城市玩够了 开车二十几分钟 来到了隔壁的沙滩小镇 Riceville Beach 北卡有超过300英里的海岸线 数不清的海滩小镇 坐落在这长长的海岸线上 在一望无际的海边 坐在沙滩上吹着海风 听着海浪来回拍打的声音 真的是非常的舒适 在这个周四的下午 海滩上的每个人都在享受着 这大自然赋予人类的流动的礼物 我的感受就是大白 真是大热 水温非常的适宜 就是又不热又不冷 游泳感觉正好 就是比热 正常游泳池暖和一点水 这样非常的舒适 不把手 感受一下沙子是不是细缝 还可以 还可以 还有点行 地上有很多彩色的贝壳 晚饭时间我们又回到了威明顿 选了一家叫Circa 1922的饭店 这曾经是一个老银行 我身后还可以看到老银行金库的大门 为什么这么黑 为什么还在录我我都不知道说啥了 这家的环境非常好 食材也非常新鲜 我真的要给100份推荐给所有的人 大声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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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家周日到周四 有搭配好的三道菜菜单 前菜选一个沙拉 主菜可以选海鲜或者牛排 还会有一个小甜点 三杯 我吃这个三杯 三杯 你吃这是啥玩 片口鱼啊 我吃这个是 应该是片口鱼吧 就是鞭子 现在就开始吃 吃这儿了 我点了一个cheese cake 这是一个crumble 晚上我们在酒店顶楼 可以看到河景的酒吧坐了一下 结束了慵懒的第一天 第二天一早 我们来到了Wirmington东边 一个叫Earley Garden的花园 这座占地67英亩的花园 历史可以追溯到1884年 早上好呀 今天我们是什么计划呀 大家好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Earley花园 现在先经过一片向日葵丛林 我们要开始花园的旅途了 请跟我来 现在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南方须子树 它的树上有很多须子 每次来南方都可以看到南方须子树 大家注意一下今天我管它叫南方须子树 仅代表我个人观点 跟它的官方名字没有任何关系 南方须子树 其实是橡树上挂着一种附生的空气植物 西班牙苔藓 我们到现在还没看到啥花呢 是一个树花 树圆 我嘴全树没有花 咋个事儿 网上的图有花 那就是花蟹了呗 花蟹花开 花园里最大的老乡树 已经有超过470岁了 反正它也是挺嘎巴的 对 我以为它是更加软和的 那它就像那个草干了之后 就跟这挂着 走吧 它为什么要长成这么奇形怪状呢 它就是指着长不好吗 这1900年左右就已经结了 那这个花园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 这是一个喷泉 这个树上说不要攀爬 攀爬可就不好了呦 这地方还挺好 就是没有花 除了没有花 这是一个很美丽的花园 不然这些本来都有开发 就是积极的问题 不然这些本来都有开发 但这个跟咱家东西一样 所以我认识它 没坏的花园之旅 很快的花园之旅 现在就要告一段落了 我现在就已经到了Carolina Beach 我现在就已经到了Carolina Beach 刚远远的开发 看到了大海 大海也真大呀 真有嘛真是大 今天来到了一个在沙滩上可以开车的地方 有点点 哇哦哦哦哦哦 大海这边是大海 这是大沙滩 我这沙滩挺软的 一会我就陷进去 这个叫Fremont Park的公园 在Carolina Beach的最北边 车可以直接开到沙滩上 我给你整一个什么圣经 我是你 拿你干净整的 哦然后在这就可以在沙滩上玩呗 对 哦哦 那就不用跟别人挤了 这个浪挺大 这浪能拍下来的吗 不是能拍呢 一下就得 大海对人有一种莫名的西 没有什么比在海边放空一下午 更加美好的事儿了 今天来到了这个 这个面季非常的晒 可是水非常的凉爽 在海边漫步 我们思考着 为什么大海的声音会让人如此放松呢 也许几千亿年前 人类的祖先的祖先的祖先是海洋生物 深藏在现代人的基因里 还能感受到海对人类回家的召唤 在海边待到半晚 对海鲜流口水的我们 当然要去过足海鲜饮啦 现在吃啥 对清口 清口好像就是一个东西 这是我们今天的前菜 今天老饿了 因为今天没正顶吃饭呢 不久不够出来了 那就是今天晚上的饭了 吃完了一盆巨大的海鲜拼盘 我们需要开车到几分钟之外 停船的码头去 这里边有一条船 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住的一条 现在在掌握它 就这艘小船 多少 这个小船呢 哎呦呦 这只整的像米石头多似的 多少 八六七五 对 八六 一样没躲 这跟这玩呢 不是这吧 是这艘船吧 那它这玩意就不开 它看这个 嗯 好漂亮 好漂亮 来 去吧 你还要继续拿 来来来来 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船吧 这就是接下来我们两天最佳的 这是这个船的客厅 有两组沙房 绿沙房 一些树 海库 海库呗 海库呗 非常酷呗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船的情况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客厅 在客厅的这边呢 是一个老爷厨房 还有一个口香 一些假装是厨房的地方 但这没有水 一些橱窝 然后这顶上有一些窗户 这些窗户可以打开 还有个电视 对就在顶上 然后这顶上是一个空调 还能吹一些凉气 然后这个船非常的老了 这是一些储物空间里头 有一些洞 然后这是可以睡觉的一个地方 感觉只能睡一个半人 然后这个呢 里面是一个厕所 一个厕所 是这种 大家就要问了 那另一个人睡哪呢 这边还有一个睡觉的空间 就沙发能变上床 在这下头 对沙发也能变上床 这有一些很老旧的控制系统 对这个沙发中间应该可以搭一下 然后上面搭一个东西 就可以变上床了 我们咱俩在这儿也行 这儿离空调比较紧 感觉是不是 这挺晃啊 对 来点浪我们就再来回晃的 啊 啊 整整够长了吗 整一下 哦 行了 嗯 哎 斜着行 勉强 嗯 勉强 还行 那谁让你长得高的 就是你的问题 夕阳在我们身后退去 有许多醍醐 一种长得很像恐龙一样的大嘴鸟 飞在海面找鱼吃 我们也结束了美好的一天 风雨交加又摇摇晃晃的一往过去 清晨的阳光照进了这艘老爷帆船 ril航空气 有没有 要不要干事 有没有 你 最赢了 不得了 一顿 不得了 哎呀 我醒了 哎呀 我昨天晚上 空风包吹了 睡了还行 开始没得失责 烂了 我哎呀 凤米了 然后风筷 default 有点渴腿 别走 走满坐 坐头了 再右满坐吧 各位领客请注意 旅途将非常的颠簸 在水上也不一定颠簸 旅途将非常的来不晃冷 请站稳不好 不要将头和手伸出船外 当然我们租的这艘船只能过夜 并不能让我们把它驶离港口 于是我们驾车来到了Carolina Beach 去交一个朋友 交啥朋友 交一个有法的朋友 跟3D的经济是吧 现在是周六了 于是海滩上的人多了十倍 一晚上雨过去 天气变得非常的暴晒 我们在海边走了走 就调整为有空调的室内活动了 现在在一个叫Fort Fisher的地方 但不是很确定它是什么 我们准备一看就近 Fort Fisher曾经是南北战争时期的堡垒 保护着Wilmington这一重要港口 这枪跟你现在的枪长的区别也不大 我脚的区别挺大的 长的不是长的呀 看过了Fort Fisher 几分钟之外就是北卡水族馆了 现在来到了北卡水族馆 这是一个看海里的地方 吃一下这个鱼啊 我说这是中餐碗太多了 这是拔鱼应该能吃 我觉得像拔鱼 这肯定是生蚝 这不昨天晚上开的壳吗 对了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鱼叫做素天三点 这种长得像蘑菇鱼 但是带硬壳的鱼叫厚 4亿多年前就存在了 出现的时间比恐龙还要早 出现的时间比恐龙还要早 它的壳可硬的 就是壳可硬的 就是壳可硬的 就大硬壳 在水族馆还看到了 真的会在北卡生活的 Loggerhead小海龟 还有既可以在淡水 也可以在海水生存的河豚 和数不清的各种热带鱼 沙虎沙虽然外表凶猛 但除非受到挑衅 否则并不带有攻击性 但是看它这三四层锋利的牙齿 还是让人不寒而栗 看别人的毛会越走 看完有大脑吗 跳得有人拿相机给我呀 那我可以好好表现 直接游一下吧 来到了 Carolina Beach State Park 这个公园里有一个植物特别特殊 它这开河的吃苍蝇 我们去找一找 太热了 现在我感觉有40度 但没有 就是老热老帅的 我们还没有找着植物 还要再继续再接着找走 都走了一圈半了 还没找着 现在腿上都咬大蚊子包了 还是没找着 主要不知道在 它是真实的是啥样 很难呢 找不着 眼珠都瞪出来了 没看到哪有 它到底是明显 我们就是大爷楼审 别走两圈了 一个别人也没有 要遇到个别人 大家一起找一起 哎妈 这只有附近70吗 我们来回找了两圈 都没找着 然后终于来着 游客中心问了一下 然后说 它在自然界中非常小 然后他们种了一点 在这 它真是大的 大家能看着都老小了 所以估计我们就是看不见太小了 看到了吗 哎呦 这个就是 为啥我小声说话 这个就是 这回再回去找 我觉得肯定能找到 真的吗 这种植物的学名叫捕蝇草 因为边缘的刺毛 像是维纳斯的睫毛 所以英文名叫维纳斯的苍蝇陷阱 是地地道道的食肉植物 这年之前它怎么吃苍蝇 它就是 哎呀 没夹 不好意思 完了坏了 应该这样的 把它长一夹 傍晚之前 我们赶回了住的码头 周末的码头上 大大小小的船里 几乎都有人住 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 真的非常令人向往 今天是我们在北卡的最后一天 现在马上就要夕阳了 我们就在我们钉的这个小船上 然后放松一下 看一看日落 享受一下美好的夕阳 在夕阳下的小船里 我们聊了很多 幻想有一天 也许我们也可以在大海里自由的航行 可以看遍整个世界 马头附近偶尔有船经过 它们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早上的小岛又忙碌起来了 但是三天的旅途很快就过去了 但随着不舍 我们就要离开这片美丽的小岛了 回去的路上 我们先在两个小时之外 北卡首府拉里停靠 吃了一个brunch 接下来就是十个小时的回家的路程了 北卡海滩 我们下次再见吧